如果郭昌愛的生意 說到高雄大學四月二千歲看過 到底在那裡發生什麼事 聽好可以參觀比較 大家思考看看 來這裡歡迎 說他是專業的法律博士 結果問說他有打過什麼好有名的官司 或是這個很大的社會案件 沒有影響 只有影響他去大同說要經出獨棟 結果也打輸他過去的建議 叫賴宗牆 叫賴宗牆在太陽花十週年上面 跟文國昌撇丹撇丹 說他很專業 很有做立法委員 之前代理人法在立案的時候 他說如果抓到 大家要抓到 整個法西斯都寫在裡面 不能看過這麼沒水準的立法規則 他說立法在民進黨之前 立法要改善統促黨 有政黨有裁條寫一個法案 要求這政黨改善另外一個政黨 這個在跟人做立法委員 正經撤死人 覺得專業就沒進步 他為什麼 做到無政典 他的無政典都有他的政典目的 柯文哲在看國昌 當做衛星堤 工堤 這兩次吃肝膜就要等到 但是國昌他也知道 他不可以做工堤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炸藥 做C4 他去跟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爆破 他去跟國昌台北 跟國昌台北爆破 他現在換來民眾黨 待會要把民眾黨爆破 柯文哲跟人家 暗潮洶湧 總有一天 這兩人一定會打起來 我們回頭來說 今天就是國會改革 民進黨四年前 兩八年前 說要國會改革 結果什麼不做 因為有開會 有討論嘛 民進黨的安排出來 大家特點的時候 時代力量 你那一陣也在裡面 動作都不知道 像那一陣 你也在裡面 都在動作都不知道 你都在動作 放不記得 民進黨的提案拿出來 開工廳會 這個法律的專家 憲法的核借 社會民的這些議題團體來參加 他說國會調查權要把人民叫進來 說不定 要把人民叫進來 不來發錢 說不定要關三年 人民要怎麼做政 啊這就已經比法律更嚴格了 政令都沒有那麼嚴格 但是你來日本一做政會很嚴格 這樣不對 民進黨聽著聽著 因為他自己叫做民主進步黨 聽著聽著 感覺說 啊 就有討論過了 還有不一樣的事 不然我們暫停啦 這不真的叫民主 民主就是讓大家討論 看什麼比較好嘛 你政策的主張 在你這政的時候 感覺說 欸 沒法度一百分來實現 這樣我們就拿八十分 六十分 所以民進黨不是不做 是做完啦 做完這個民主定署後 發言的違憲嘛 不過像自己知道 不過像上次 我讓我感覺不爽快 就是你明明知道 人家要說 這不知道 今天王國聰的版本在哪裡 王國聰的版本在國民黨那裡 民眾黨沒有版本 我也會報告 如果立法委員任意 每一張票我任意 我任意啦 都應該去投 沒那個沒投的啦 沒投 立法委員的工作就沒這個 就這順 誰發完跟投票而已 你不可以投票跟人做立法委員 我說 王國聰 我請你不可以做立法委員 你不敢投 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八票 一兩天在那裡吐你的手劍 你投票 你就在那裡做小籃 做到懷疑 做四十幾次 記得一個剛才問 你做小籃送嗎 美在辦公室開直播 說今天戰爭民進黨 建設